今次來到賽道,正式我們的中級課程 首先,我們由拉手掣起飆做起,馬上開始 初級班拉手掣要注意的地方,我們之前有示範過了 大家記得去看一班視頻 好了,加速到適構起飆點,拉手掣,腳掣,反打方向盤 準備做多一次 由於今次的直線超過80米 所以我們做這個動作,是要知道在這個速度和距離 車會滑多遠,從而決定我們拉手掣的力度和要拉多久 好了,準備下一個動作 今次要踩油門出彎了 在反打方向跳駕好車身角度的同時 準備保持轉數,保持車的動力 留意轉數錶,內外修正方向盤 拉手掣進入二號細彎 最後,收油輔直車身,出彎完成 在剛才的二波拉手掣入面 我們的直線距離是80米 往後大家可以將直線距離再加長 慢慢感受距離的速度 起飆點,如果速度加快了 都要提早 我們可以在路旁邊放一個雪糕筒 做一個記型 既然我們從內彎一路慢慢練習 將車到外彎 這樣的情況之下是會比較安全的 記得,一定要在安全的場地去練習 拜拜